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五件事情 要与余杰斯告别了 韩国总统当选人云瑟格 将要出演余杰斯主持的YouKids的消息 引起了大量网友们的抗议 根据报道 云瑟格总统当选人在4月13号就已经结束了拍摄 将在20号开播 而从4月13号 云瑟格总统当选人出演该节目的消息传出后 到今天为止 该节目的观众留言板 共累积了9000多条留言 虽然也是有一定会看支持等的留言 但是大部分的留言都是 为了国民们要工作的人不去工作 只是在做为了自己形象的事情 真讨厌 可以这样无视观众们的意见吗 弄脏余杰斯履历的出演者 今天是要与余杰斯告别的天吗 真的不希望余杰斯战斗政治 真不知道在做什么 对于云瑟格总统当选人出演YouKids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根据经纪公司发表 苏女时代余娜与2PM Juno 将要合作拍摄浪漫喜剧Kinderland 该剧的主要剧情是 忍受不了虚假笑容的富二代 与因为工作所以必须要微笑的女主 浪漫碰撞的内容 而事实上 余娜与Juno在去年底 合作主持NBC卡优特杰斯的时候 带来了一段 让观众们脸红心跳的热舞 而且两个人也都是Kpop idol 所以这个消息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现在真的在发抖 哇大发可可 竟然能在电视剧看到这个组合 Juno谢谢你演浪漫喜剧 在卡优特杰斯看到两个人的互动后 就非常期待了 真的太好了 疯狂的T6粉丝们 T6成员吻皮尔在3月28号入伍海军了 而韩国海军教育司令部 在官网上传军人们的训练照片后 T6粉丝们在很多训练兵中 找到了吻皮尔后 截图了他的照片 在纳目的训练兵中 也能找到吻皮尔的粉丝们 真的很厉害 嗯 现在一定会有人觉得 是粉丝的话 当然能找到自己的偶像啊 有什么好厉害的 但是 海军教育司令部上传的照片 是这两张 怕大家找不到 所以有标注吻皮在哪里 QQ就算是妻生妈妈也找不到吧 应该就连自己也不确定 是不是自己了 是吧 这是怎么找到的呢 这是真爱 QQ 韩国上班族不想脱口罩的理由 韩国从昨天开始全面解除了 除了口罩之外的所有防疫措施 而室外戴口罩是否要解除 也会在两周后决定 至于室内口罩 还会按照现在的措施进行一段时间 而在媒体报道 放不放松口罩措施开始 就有很多韩国上班族们表示 希望能继续实施在室内戴口罩的措施 这是为什么呢 大部分的上班族们表示 绝对不可以解除戴口罩 在公司上司家伙们说狗话的时候 就不能在口罩里自言自语 十八十了 多亏了口罩 这两年还能悄悄的骂上司们 以后不就不行了 也有网友表示 现在戴着口罩 每天都不出声的说脏话 以后会不会变得跟这位姐姐一样 应该就是这样吧 不需要勉强的微笑是最大的长处 不要解除室内口罩吧 尤其是对服务业的人来说 可以控制表情所以很好 室内绝对不要解除 我会一直戴的 虽然也有跟天文一样的理由 实际上戴了口罩之后才发现到 一次都没有得感冒 为了我的健康 我会一直戴的 所以大家也会戴口罩骂人吗 不是 如果自己住的地区全面解封的话 大家会不会在室内继续戴口罩呢 琼谷超可爱舞蹈失误 庞谈虽然但琼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演唱会上的失误 让很多网友们都幸福了 当天因为琼谷的舞蹈失误 几名妖看的镜子消失了 原本在这个部分 琼谷挑这个舞蹈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琴的手受伤 所以当天琼谷本来是说好代替琴做这个镜子舞的 琼谷笑的时候 放弃所有自己继续跳舞的Suga太好笑了 错过舞蹈后大笑的样子 真的让人很幸福 Suga 琴名琼谷都太可爱了 这影片不知道回看了多少遍 谢谢琼谷的舞蹈失误 总结一下就是琼谷 太可爱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